朽木不但可以雕塑,而且也能化腐朽为神奇 苏人雕刻家陈茂辉为无数荒弃的木头注入了新的生命 读书一格的作品,让他得奖无数 今年11月初再度硬压到厦门第9届文创博览会展出 获得两岸极高评价与肯定 这一大堆的废弃木贼在一般人眼中并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但是经过达科家陈茂辉的设计与教授 成就的已渐渐多数一格的艺术品 民国97年,陈老师就经武艰会和定为工艺之家的得主 自然只有粗松学历,但早年从木工学徒做起 这一路走来,让他成为基地扎实,作品独特的数人艺术家 陈老师对材料的选择并没有要求一定要是高级木材 反而认为自然形成的都是好材料 反正从持生的才是他的领域 因此他看过系列的作品当中 学用了很多被虫所释过的木材 其实我们在做的东西利用库弥木漂流木 库弥木漂流木,它其实做起来的东西都很漂亮 现在就是说,堂加厨的才是我们的 吃厨的才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就是看破系列 有破坑的嘛 它是每在破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看一件作品就是看破的地方 那最漂亮嘛,所以叫看破系列 看破系列是让我们重新燃起新的希望 不是破了就完全没有用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加点修饰 让它试给它新的生命 不同样的容貌出来让大家欣赏 这个就是墨水树它是原理种死的 这种死去的 它已经被虫摇了 它原来的面貌是同一棵木头的 我就想办法 像这棵木头我会想办法保留它美的地方 加点修饰 让它更美更自然 就这样子 另外陈老师也表示 目前由于桌上行的木工车床兴起 并且有很多人喜欢吃一些小的食品 彼此互相欣赏交流 也可以拿来卖钱 现在因为木工车床兴起 是桌上行的木工车床 一般都是玩票性质的 大家处理买一些小东西 漂亮的 大家可以交流 你像出去 也可以卖电 做社会 大家选择考虑 大家就 其他人也不知道 因为车木花瓶以后 带动木工车床起来以后 会这么兴盛 现在等于说 走到大桌看得到 看得到人在 车 车子 像这一只 它就是因为漂流木 这边 你在切掉的不要的 这边是被水撞 漂流木弄得这样 长长毛毛 毛毛 我都有裂 过裂 我带到柠檬的形态 黑一扇 黑一扇 黑一扇就是因为 漂流木 那个 毛毛 毛毛那个我用火烧 烧掉以后 看起来就好像很自然 火烧过的 这样就很漂亮 回忆当年当学徒的经过 陈老师说 早期的木工车床 所做的产品 都属于生活工艺品 后来才静静以 艺术品为导向 当时的车木花瓶为大宗 很受市场期内 包括三亿那边的 一品店都到这里来购买 木工车床车子的美国 那種生活觀衛品,不然就紋身腳、折肚腳、重複雞 到後來就漸漸比較有帶到藝品過來 因為那時候帶到老腿雞的時侯就是因為繼續取代 結果出來了,因為工廠燒,我們手工不給我 所以我就去改變,改變帶藝品的藝品或木花品 當時木花品車的時候就是因為市場很看好 大家那時候剛出海時幾乎是看不到木花品 因為它是馬上就被買光買光 後來就是因為這樣子,山藝那邊也都要第30這邊拿 拿木花品回去買,漸漸的自民路打開以後 木花品越來越新盛 越新盛到現在的話,好像是過多了,飽和了 飽和了沒有很漂亮的話,可能人比較不會買 所以就改變,我就把改變方式車一些看破系列的東西 你好像破的東西以前沒有,我們就做一些破的東西 讓人重新讓他們發覺原來破的地方也是這麼沒做出來的東西也是這麼漂亮 今年的10月初,陳老師再度榮獲南投市府及南投縣足與學會推進 受邀前往參加廈門第九屆文創博覽會 呈現獨特新力手工無創的如木雕、圓之筆、胖胖對筆等系列 凸顯南投在地足指,鈴木前夜特勝 也凸顯陳茂輝老師,精湛超群的木工車床功夫 成為展場注目的焦點,並獲得童眼如潮的嘉評